中國經濟學家吳敬蓮提出的《十大改革忠告》 被外界認為是向中共敲下的警鐘 12月20號 大陸金融家智庫官方微博 刊登一篇《吳敬蓮十大改革忠告》的文章 吳敬蓮呼籲大陸推行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 從而實現從威權到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 文章寫道 為了避免社會危機的發生 當局必須當機立斷 痛下決心 真實而非口頭上推進 這才是中國唯一可能的出路 吳敬蓮的文章指出 大陸當局不斷干預微觀經濟活動 使權力而不是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力量 失去自由競爭的市場只能是偽市場 他呼籲經濟改革要與政治改革並提 吳敬蓮指出 目前經濟改革落後 向國有經濟的改革 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改革 無不與政治改革 政府改革滯後有關 另一位大陸經濟學家向松作日前也發表演講 從宏觀經濟角度對2018年中國經濟現狀進行了分析 他說 中共當局在經濟下行 中美貿易戰 民營企業遭重窗這三方面做出嚴重的誤判 相比於向松作的演講 吳敬蓮的忠告還是比較溫和的 其實也沒有超出他過去的說法 問題是中共到底能不能改 如果真改就必須動政治體制 結果就是中共拱手讓出所中權力 沒有權力維穩 中共的大廈最終只有倒塌 旅美時事評論員鄭浩昌認為 中共為了所謂的保黨 不管是誰當政 都不會進行真的改革 吳敬蓮的文章還說 這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希望 現在這些知識分子對形勢的嚴峻比較悲觀 也都意識到了解體中共才是唯一的出路 《十大改革忠告》這篇文章 目前在大陸遭到全面刪除 而向松作的演講 也傳出因為所講述的內容涉及敏感 上傳網路的影片已被中共中宣部下令刪除 謝田表示 中國現在敢講話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 但是他們的呼籲可能都起不了什麼作用 因為民間的聲音都被中共壓制了 至於未來是不是還會有人敢站出來挑戰中共 那還需要持續關注 曾認知中共中央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的學者吳偉 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時表示 中共領導人不可能改革 但他對不遠的未來持有樂觀態度 認為大陸高壓不能維持很久 他認為 在不久的未來 中國一定會發生重大的變化